因為它麵包體太大 它搭不了那裡 對 它都是麵包 居多 它陷害少 歡迎來到27度公寓的頻道 我是五毛吧 我是五毛媽 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頻道的話 記得先幫我按訂閱唷 而期待粉絲們在觀看影片 同時愛爹 放話點也卡氣節 讚唷 那各位的留言與按讚 都是給我們最大的支持 與鼓勵唷 沒錯 同時在我們資訊欄的下方 有愛用網站的連結 喜歡的人可以點過去看一看唷 全年Wiswee 這次3月3號到4月6號 春茶賞總共推出了6款的新品唷 那它這一次是 買100元折10元 言下之意呢 如果不是買戚風蛋糕的話 其他品項要買到2樣以上 才會折到那個10元啦 Soですか 好啦 那我們現在話不多說 趕緊來開吃吧 GO 這V高年要介紹的甜點第一樣式 鐵觀音生巧卷99元 170公克482.6大卡唷 這一款是肥素食 整個看起來好茶唷 那我們會看到蛋糕中有 鐵觀音的生乳餡 提升巧克力唷 Let me taste 用聞的它的茶味就很濃郁 就說 你會覺得好像有點甜 然後茶味沒有很濃 可是你吃到了巧克力的時候 那巧克力在你的口腔中 就是入口即化 再咬一口 鐵觀音的茶香味竟然在你的口腔裡面尋找到了 那個茶味忽然間變得很重 沒有我從入口它茶味就很重 真的假的 它是吃到那個生巧克力的時候 我才會覺得它比較甜 那其它它的茶香味真的還滿濃郁的 外加它那個香氣我覺得很不錯 中間鐵觀音的生乳餡 我覺得它屬於比較紮實的那一種 但它不甜這個非常的好 這個蛋糕體好像撕掉了 然後有點爛爛的感覺 蓬鬆中帶軟爛感 嗯 那甜度你會給幾分 甜度我會給2.5 2.5 我扣分會扣在這個蛋糕體的口感上面 不然它的口味我覺得OK 這道我們微推就好了 這道我們就 推推 這樣是 鐵觀音戚風蛋糕269元 430公克1255大卡唷 這一款呢是非素食 我會看到氣氛蛋糕上面有鮮奶油 那裡面是卡士達的內餡 卡士達的內餡看起來就是沒有很多 它是放在冷凍區域 買回來呢要治癒冷藏 6到8個小時風味最佳 那我們現在目前是放4個小時 所以外面蛋糕體已經就是解凍的狀態 那中間呢卡士達它現在還有點半凍狀 所以吃起來會有點像冰淇淋的口感 這個蛋糕很乾 這顆呢4.5吋左右 那高度是9.5公分 蠻大一顆的 但也不便宜啦 不堅備 因為它這個戚風蛋糕的蛋糕體 實在是太大圈了 那它又是乾乾的 等一顆還要把它吃掉 搞不好你搭配了鮮奶油跟卡士達吃下去之後 會稍微比較濕潤一點 會啦 但是這蛋糕體還是佔絕大部分啦 所以它很乾的時候我就會覺得 不然它這個卡士達的內餡是好吃的耶 它奶味好重喔 好啦那這道我們就 看下一道囉 這樣是 欸你很應景耶 你今天穿的是鐵觀音的顏色 刻意挑一個茶色 這樣才有搭這個甜點好嗎 它泡芙裡面是滿滿的生乳 那這一款它是淡奶素喔 它跟生乳捲的餡呢 質地完全不一樣 它是屬於綿密型的 這一款泡芙啊 它的甜度我覺得落在2.5分 也不是很甜 茶味比較淡喔 外加它的奶油體比例比較多 所以它會比較滑順那樣子 泡芙呢就是以往全年的泡芙style 整體來說它是好吃的 但是如果以茶這個品項來說的話 我覺得我會希望它再濃郁一點 所以是不及格啦 我沒有辦法不及格 所以整體來說我覺得它普通 那我們就微推好了 推推推 這樣是 這一款是非素食 看起來很好吃耶 趕快來試看看 摸起來好鬆軟喔 我接冰油 阿薩姆紅茶然後再加奶霜 所以它想要營造有個奶茶的感覺 我覺得它做的有到達 麵皮鬆軟 對它比較鬆軟 它的阿薩姆紅茶的香氣 滿十足的 只不過呢就是它的甜度 稍微比較高一點 但是吃起來是順的 沒錯 那它甜度我大概會給到3.5分 阿 Me Too我也是3.5分啦 嗯 好 這道起司真的不錯吃 而且69元來講 我覺得CP值也算OK啦 很適合就是當下午茶 然後配個咖啡還不錯 好 那這道我們就 推推 這樣是 鐵觀音千層99元兩路 平均一路49.5元60公克 165.2大卡唷 千層看起來 沒有很高 我總覺得它的高度有下降 以前好像有稍微在高兩三層吧 有 高度好像有變低一點點 這一款呢是淡奶素 我們會看到千層中夾著鮮奶油 以及鐵觀音的鮮奶油喔 你好好說說 我覺得這個千層跟以往的千層差不多耶 千層呢就是一項全聯style的千層 那我覺得頭味的部分啊 一樣鐵觀音淡淡的 因為呢鐵觀音只有兩層 剩的都是鮮奶油 其實會被鮮奶油蓋過去那個味道 有點像是鐵觀音奶茶那一種感覺 對 然後但是鐵觀音非常的淡 我是希望說它每一層 如果都是鐵觀音的奶油餡的話 那應該會非常的濃郁 濃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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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就會非常的濃郁 會讓你覺得 喔這個茶香味會讓你回味無窮 因為其實它家的千層 就是差不多都在那邊 不會太難吃 應該是說喜歡茶味的人 可能會期待它有一個很濃郁的茶味 而且外加它不會討厭茶的苦味 所以當你推嗎 算是就是過關而已這樣子 喔過關而已喔 那就只能微推囉 沒錯 那我們就 再推 這一樣是 鐵觀音波斯頓99元兩入 平均一入49.5元75公克 226大卡唷 這一款是非素食 我們會看到鐵觀音的蛋糕體中很多 鮮奶油上面應該是灑上鐵觀音粉喔 我先來吃這裡面的餡 它中間夾成的是有檸檬味的耶 這一款今天分數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對 它層次感之豐富 雖然它茶味不是最濃郁的 它是在尾端的部分有一個尾韻淡淡的茶香味 那吃進入口的時候呢 因為中間的生乳餡有帶檸檬味 會讓我有一個錯覺很像在吃檸檬塔 那上方的鮮奶油呢 它不是屬於油膩型的 它是軟軟綿綿的 它搭在這裡面剛剛好 它整個吃起來呢非常的耐人尋味 比較不會膩 不想要把它吃完這樣子 感覺好深奧喔 阿田嗎 它的甜度呢 我再吃一口 哈哈哈哈哈哈 講完忘記口感 它的甜度落在三分左右 那算中等啊 對啊 那這道你推嗎 一定推啊 這道我們就 推推 Wonderful wonderful 鐵觀音你意思啊 又也殺薩姆紅茶好嗎 顏色比較像耶 真的 好啦我會再回購的是 薩芙雅定 喔那個不錯 那我個人的第一名呢 是鐵觀音波士頓 其實那一個茶味真的蠻淡的 主要是因為我吃出了 有層次感 不一樣的口味 會有驚喜感 那其他的也沒有倒叉 就是沒有滿分 都可以試試看 唯獨就是 戚風蛋糕要三絲 三絲而後行 但是口味其實每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你們就參考看看囉 不錯不錯 那今天很開心跟你們分享 全年又出的新的甜品啦 嗯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喔 那每週的三五日晚上八點 都會更新影片 要記得收看 記得到我們粉絲專頁按讚 還有追蹤我們的IG喔 想要貼近我們生活美食動態嗎 加入我們官方LINE 按右上角的追蹤起來喔 在這邊跟你們say goodbye囉 掰掰 掰掰 by bwd6